你 代理院长 医师们到了 你就是杜乐森医师吧 我在电视上看过你 言武龙 代理院长 代理院长 不好意思 杜医师不习惯跟人家握手 管他握 我来之前就听说过 杜医师的脾气 对我来说没什么好在意的 因为我来是要面对所有的医护 而不是只有一位医生 你还怎么想 不关我的事 代理院长 这位是林医师 这位是月医师 这位是陈医师 很好 既然大家都来了 我就开门见山 李志豪 院长请辞 总院派我下来代理院长 同时改革院务 杜医师 李院长严兰礼聘 吴独导长 李院长破格升迁 陈医师 加班时数最多 岳医师 本院唯一小儿和外科 林医师 资产产 孕妇最多 这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可大了 像林医师 婆妇产率这么低 医院就少赚很多钱 台湾婆妇产率 世界排名第二 根本不用推 只要顺着产妇的意思 林医师的婆妇产率 不会这么低 要是胎位不正 莫胎而窘迫 我自然会建议产妇婆妇 但如果没有那个需要的话 我当然不建议 我期待你的回答是 好 我来安排 我可以帮您评估 而不是不需要或不建议 陈医师 加班时数太多了 好像人态是血汗医院一样 是自愿的 只要能帮上医院的忙 我都非常乐意 你需要加这么多班 在我看来有两种情况 第一 是你能力不足 需要靠加班 来完成你该完成的工作 第二 是院长能力不足 无法有效 合理分配医院的工作 我想请问 是哪一种情况 代理院长 你都还没有了解 人态的状况 你就像这个评论 你会不会太不尊重 以前院长还有陈医师啊 人态经历过很多次的人事变动 所以陈医师 才会特别出来帮忙 我当然清楚状况 是因为许敏爱医师突然离开 导致前院长 着急地想找人替补 所以就拼着 最具话题性的在地英雄 但是很抱歉 医院还有其他的医生 人态医院不是成英雄的地方 这就是我接下来的方针 救人医疗是团队工作 急诊 检验 病理 手术 复健 一个人不可能完成所有的工作 我们是人 不是神 即使被叫做神医也是一样 上病患在我眼前 如果他真的需要我 我一定会极力抢救 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 这就是我做事情的方针 你在外面怎么做 自然不用经过我的同意 但是在医院里 还是得按照规众制度来 要不然我怎么管理 李院长礼拼的人才我自然会重用 就好像独导长 你的责任是辅佐院长 而院长现在是我 为了证明李院长的眼光是对的 我相信独导长一定可以帮我管理好人台 对吧 不好意思 代理院长 请问找我过来是要和我说什么吗 岳医师是少有的小儿外科 的确有可能为医院带来强大的影响 但是我最近看到 你好像为了一件儿童癫痫的案例 向医院申请了书中CT的仪器 这不是单一个案 书中CT的技术绝对可以帮助更多的病患 我还得重新评估 我在这边宣布 李前院长所有进行的计划 全部暂停 包括各项采购 电脑移化等等 全部搁置 等我重新确认过 重新合可 才可以继续 我的话说完了 谢谢各位 何特助 魯狗长 哎哟 我跟你讲鬼了 你长这么漂亮 別这样撒一根啦 我今天都很乖 你应该没受到什么执事 周杰克 我跟你介绍 这位是代理院长 延五樓 代理院長 原來的院長你喜歡做 不干你的事 你應該回答 代理院長好才對吧 你就是周杰克 對啊 代理院長 你才要我心想 你為什麼在這裡 報告代理院長 我是護著 我在那邊做一些 整理資料的工作 你沒有任何醫學的相關背景 甚至連高中畢業證書都沒有 為什麼可以在這邊工作 讀教授 可以解釋一下嗎 代理院長 周杰克他是跟杜醫師 一起來的 他之前在樂樂診所 跟著杜醫師學了很多 而且所有的醫療 基本的知識他都知道 所以 所以就是因為杜醫師 而有了特權 這樣請問我如何同意 讓醫院更新設備 如果整間醫院 都充斥得像周杜卓卓這種 特權或是關係人士 不就擺明了浪費資源 在這種人身上嗎 什麼意思 你怎麼這麼難 代理院長 請你先搞清楚 全部的事情你再說 你這樣子人身攻擊 真的很不恰當 繼續讓這個門外漢 在這裡工作 才是真正的不恰當 完全沒有任何用處 杜醫師 自己身為醫師 把自己說成一個偶像 現在要到大醫院 謀取利益跟特權的行為 我是在無法口頭 你代理院長就可以 看不起人是不是 你有懂毒醫師什麼 你說啦就說啦 中間看 原來醫院 真的很多需要待進的地方 而我也找到幾點 我不懂耶 你們的名字怎麼還在上面呢 為什麼要裁掉你們 不爽我就衝著我來就好啊 怎麼可以這樣啊 應該是因為我昨天 沒有附和他鼓勵撲腹的想法吧 我現在就繼續找那個烏龍面 把話講清楚 我給你做回去啊 你們兩個冷靜一點 你現在過去 誰都會有一個把柄在他手上 有本事就把我給開除啊 老子不爽就直接把一個買下來啦 誰怕誰啊 不要吵啦 只要我再來一天 絕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 一起走 這麼多人有什麼事嗎 你自己心裡有數 一位護理師管轄的範圍 包含了病房 門診 急診 甚至於還被允許進入手術房 結果整天在醫院 怕怕照到處交朋友 一名護所 甚至連普通高中都沒有畢業 居然可以在醫院整天閒亡 一名醫師固執己見 不聽院方的建言 這些人 不能存在我的編制之內 嚴代理院長 我在醫院的任何地方 都有做好我該做的工作 不像您說的無所事事 我跟你說 你若是看我無所謂 開除我一個人就好 你怎麼看著這麼多人 在理院長如果連不同觀點 都沒有辦法接受的話 那麼我想固執己見的人 應該是您吧 現在是我在管理 就必須依照我的方式來運行 請你搞清楚 我們是替病患服務 不是替你一個人服務委員 不好意思打擾了 請問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麼大的人事變動 為什麼我不知道 那麼杜道長 對於這份變動的內容 有什麼想法嗎 沒有什麼想法 我只是覺得很可笑 就好像一個小朋友 在無理取鬧一樣 請問一下 醫院的事務 是可以這麼隨便做決定的嗎 我也覺得很不妥 請代理院長務必三思 請您收回您的決定 不能接受就不要合作 一個人補不了 我就找兩個人來補 兩個人沒有辦法 我就找三個人 沒有存在人臺醫院 一定需要誰的問題 因為他也不一定需要我 最後我再強調一次 醫師是職業 不是偶像 我也無法忍受那種打折 未病患服務 過度造成 不免釣魚的行為 在我眼皮底下 不會再有這種事情發生 公告我不會撤回 明天請正式生效 出貨